總決賽上,老K一局犯了兩次嚴重技術性錯誤,給對手送溫暖 刷氣之後一套六連空血,所以八成挺耐打,這套六連居然沒打死 有一個小細節,就是你打暈之後你跳過去要直跳膝 這個打出來的傷害會比較高,你如果前跳的話,傷害會低一點 解決,抽一個邊,逃一手,一個特別抽壓進角落 好,一個專當,會成的靈怯 大跳滴,這一把 何俊他對於這種抓你大跳滴過來偷你下盤,反打你一套 這種能力是相當強的 所以說一定要勝出這個大跳滴 好,看這局,摸一摸,兩百多 卡距離,好,抽邊倒地,來摸一手,來跳跌 哎呀,這波拆頭之後咬指令頭 由於咬感他是拉後的,不是拉前 所以說出現了一個鐵球大暴走 然後你如果打暈的話,肯定要是被打死的 龍二的這個一套運,你懂得 好,看這一局,八神已經死了 大豬也死了,靠一個大門 很有耐性啊 踹一腳 剛倒,大跳過來 放得不錯啊 我覺這波有點突然,跑過來,突然一個抓 然後抓到之後,一直用頭撞 不給大門斬氣 OK,有點急啊 嗯,直跳跌 再剛,這場比賽還好是嗆十五的 哎呀,這波也是 沒有折好啊 直接被拿下,厲害了 關注修修 不易走丟